这里开路了怎么办 大家好 这里是每一灯课堂 我们要学会看电路图 这样才能够快速的学会维修 电路图一般指的是原基件的正面连接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背面印刷电路图 对于印刷电路图怎么样去识别 我们关键要看它的通路 比如我们现在所看见的这个板子 明显这里是破损了 那么这一条电路就被已经切断 那么像这种明显可以看见的开路的电路 我们只要把它连接起来 就可以解决这个电路通的问题 因为现在它明显是不通的状态 开路 那么直接把它连起来就可以了 还有一种是隐藏型的 特别是像这种比较细的电路 铜破 也就是说铜皮 如果我们用万联表 这个封明档 去测试这条线 这条线和这个 烫盘之间 我们看它已经 从这里出发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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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边来了 走到这边来了 这个焊盘 那么这个焊盘和这个焊盘之间 应该是相同 我们用万联表啊 封明档直接搭在这两个焊盘上 去测试 是吧 已经发出封明声了 证明这条电路是相同的 当测试开路 没有发出封明声的时候 就证明 这条铜皮啊 已经裂开 处于断开状态 那么像这种 就比较隐秘了 那么怎么样 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也看不见 哪里有裂痕 哪里明显的开路 那么我们有一个办法 就是直接有一根跳线 一头焊在这个焊盘 另一头 就焊在这个焊点上 有一根跳线 把它飞过来 那么就解决了 这个铜破 短路的问题 就是开路 断路 断开